我们仍要认清自己 前提是要认清更广阔的东西 而更广阔的东西 最有力量的一个承载者 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 哲学思维的训练 那经典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是死的 这个哲学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逐段逐句的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那我们继续开始 阿奎纳的行而上学 从世界到上帝 先看他对物理世界的看法 那如果我们按照阿奎纳 他在神学大全中的 讲解的顺序 那我们就会从他 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开始 然后继续去考虑 上帝所造出来的这个世界 但是他关于上帝的讨论 其中很多的特征 都是依赖于 关于实在本性的 某些原则的 那么这些原则 似乎对于阿奎纳同时代的 读者来说 他比对于现代的读者 会更加的重要 更加的突出 因此我们在讨论 他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之前 应当要重览 他的总体的行而上学体系 然后再来看 他关于上帝的结论 是如何与他的 行而上学体系 相结合的 那阿奎纳他追随亚里士多德 他相信自然界 是由具体 个别的实体的集合 构成的 实体的集合 我们知道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实体都就是 我上次说的 Vis或者Vent 就这一个或者那一个 实体都是具体化的 个体的 独一无二的东西 比如说 莱西这条狗 苏格拉底 这个哲学家 我办公室外的像素 希望之心钻石 所以说呢 每个物质实体 都必须根据 两个原则来理解 第一个是实体的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指 事物的普遍的方面 它是为同一个种 或者同一类的 所有成员所共有的 比如说人性 就person这个 或者personality 这个实体形式 它是基于人类的 那些让人类 不同于动物和植物的 根本的属性 或者不同于物理的 或者精神的属性 那么正是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 就是人的一些 普遍的东西 使得他们按照 人的特征性的方式 而行动 这是实体的 第一个方面 叫做形式 那么实体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 那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 这个树的质量 就是它的木质的 纤维性的物质 我们就把它和树木的 内部相联系 但是呢 这个质量呢 其实已经是 实体形式的产物 因为这样的质量 它是不能脱离 树的实体 或者形式而存在的 那么阿奎那的理论 就试图解决 两个从我们 对经验的 常识性理解当中 所产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连续性的问题 因为一个实体 是可以变成 另外一种实体的 比如说树 它焚烧以后 它就变成了 灰烬这个实体 那么如何去说明 我们对于 连续性的经验 第二个问题 是个体化的问题 就是说两个 都有着 同一性质的实体 比如说两个 相同的花瓶 它们可能在质方面 是同一的 但是如何证明 它们是量上不同意 就是它们是两个 量上不同的实体 那么为了解决 第一个问题 阿奎那就说 它说如果存在 这个连续性 那么就一定存在着 某种更基本的质量 在实体的变化的 过程当中 它会保持不变 比如说如果树 变成了灰烬 树和灰烬 那么一定会有 某种东西是 浅存于树的木质 以及灰的质量之中的 这就是阿奎那所存的 它叫原初质量 这个原初质量 是一种存质量 它没有任何形式 因为它自身 没有任何区别性的特点 它只是具有 接受任何可能 形式的浅能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 纯质量 我们可以给它描述 描述为一种 纯粹的浅能 就是浅能而已 所以原初质量的假定 也解决了个体化的问题 就是两个 有相同性质的实体 它是不同的 是因为它们的质量不同 但是当我们 环视周围的世界 我们是找不到 原初质量的例子 这是因为我们遇到的任何质量 都已经是有形式的质量 就我们在现象界 我们的眼目所及 是没有没有形式的质量 也没有没有质量的形式 所以说这样的质量 是体现在这种 或者那种特殊实体当中的 不管是在岩石 植物还是动物当中 当然阿奎那的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里面 也不存在独立存在的 纯形式 纯形式也是没有的 就是二者在现象界 它一定都是结合起来的 就是所有的形式 也同样体现在 这个实体当中 还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命题 没有没有质量的形式 没有没有形式的质量 第二我们来看 它的层积与重观 那么物理实体中 形式和质量的区分 它是现实与质量之间 更一般的 区分的具体化的例子 我们已经说过的 这个原初质量 它就是纯粹的质量 那么它具有接受 不同实体形式的能力 形式它处在现实的一方 因为它会创造特殊的树 特殊的老虎和具体的人 那么上帝本身也是完善的 唯有它已经完全的现实化 因为上帝如果不完善 就意味着 它还存在没有现实化的浅能 那这样的上帝 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上帝 上帝不仅是浅能 上帝一定是现实的 这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 安斯尔默的 本廷的论证是一样的 是吧 就是如果是个完美的东西 它不仅存在于观念之中 它一定也存在于现实之中 因此上帝 它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因为它是完满的现实 是吧 一变化就是 只要一变化 就有从浅能到现实的过程 但是在上帝之外 在宇宙的其一部分 它就是动态的 就每个受造的试者 或者存在者 都处在纯粹的浅能 和完全的现实之间的 某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人生 作为being 就是存在者 我们是一个to be的过程 我们是在to be的过程当中 实现我们的being的 是吧 好 那么因此呢 人就处在这种中间状态 所以说 好像海德格尔等等 就会非常强调 人的这种之间 或者中间状态 此在 就在世界中存在 就是一种中间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 就自然的倾向于 迈向进一步的自我发展 所以就为自我的这种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信仰上帝 信仰从来不是消极的东西 你看 我们从阿奎纳这里看到 他对上帝的这么一种信仰和证明 反而能够让你的生命 产生更大的积极性 我们如何向信仰 向我们所信的东西去靠其 所以在努力实现 我们的潜能和成为 我们可能成为的一切实 就是我们可能成为的一切实 那我们在自身 有限性的边界之内 我们会模仿和接近 神的现实与完善的圆满 就是我们虽然不可能成为神 但我们可以让自己 更加具有神性 所以阿奎纳的宇宙图景 它是一个连续的层级 有些人称之为 叫做伟大的适者的链条 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因果链条 那么它的范围是从最底层的 无机实体 一直到最顶单的上底 在如此种类的繁多的实体 之间就构成了这么一种链条 而这些如此种类繁多的实体 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上帝进行创造 是为了表现它自身的圆满 那么阿奎纳甚至用这个观念 去证明天使的存在 因为天使与上帝的相似之处 是在于他们是纯粹的 精神上的适者 精神的存在者 而他们与人的相似之处 在于他们也具有潜能 因此呢 他们同样在这样的一种适者 或者存在者的链条上 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那么虽然阿奎纳没有 争论生态学的问题 但是显然根据他的观点 如果一种物种它消失了 那是非常不幸的 因为它会给自然留下缺口 我们知道这已经意味着 后面的对科学 对自然的看法 就自然本身 它应该是联系性的 自然是不应该有缺口的 是吧 那么不论是否接受 这个阿奎纳的 亚里斯多德式的世界观 那么这样的一种形象上学 我们刚才 我讲起来 其实非常过瘾的 就是它提供了 巨大的理智的满足 因为它向我们保证 这个宇宙并不是盲目的过程 无意义的随机混合而成的大杂烩 既然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形式 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化 就是可以理解的 并且它能为我们的心灵所知 而且世界还有目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事物都处在它的一个位置上 都处在实现它的神圣预定本质的过程当中 对吧 用他之前的波拉图的说法 正义就是各居其所各私其位 用在这后面的黑格尔的说法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时代精神 或者世界精神 或者历史精神的一个环节 这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读这些哲学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每个人的思想在那样的西方的这种哲学体系里面 它都是可以前后贯通的 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方法去提出同样的一些命题 那么同时客观的价值判断 比如说更好或者更坏 也是可能的 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等级的链条 是吧 那么任何自然创造物 它都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 实现到予以存于它本质中的潜能 来评价它的卓越的等级 最后 这个创造物的级别 能被评定的高一些还是低一些 这是取决于它们在存在者的标尺上 离上帝有多近 因为存在着这个客观的层级或者等级体系 所以我们人会优先于蜗牛而得到拯救 这是因为人是高级的动物 它在存在链条上的位置 只是列低于天使 那么因此它所有的物理性质 都会反映到神的本质 这个世界因此才是有意义的 才不是无情的冷漠的 是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人本身它能更圆满地展示上帝的形象 就更有尊严和价值 这也就是后面会显藏的一个重要的 显藏的一个重要的原理 人是目的 人是自由的存在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本质和存在的关系 这个潜能和现实的气氛 也展现在另外一个气氛当中 也就是本质和实存 或者叫实存的一种关系 那么本质说明它一个事物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字典定义所描述的内容 但是第一 某物的本性或者本质是区别于 它存在这个事实的 那我们可以对一个孩子描述 袋鼠和独角兽 各自都有属性 那么孩子也会理解每个生物的本质 但是它光是具有这点知识 还并不能告诉它 其中一个生物是存在 而另外一个生物是不存在的 就是袋鼠是存在的 而独角兽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有限的侍者 它的本质都是某种独立于其存在的东西 但是这个区分并不存在于上帝手中 因为上帝的本质就蕴含着它的存在 也不存在于上 就在上帝那里 这种本质和存在的区分就不存在 上帝是一个不能设想 任何东西比他更伟大的伟大的使者 上帝是一个不能设想 有任何东西比他更伟大的伟大的使者 伟大的存在者 因此这样一个使者 就是I am who I am 他不可能像恐龙一样灭绝 也不能像袋鼠一样 只是碰巧存在 因此如果有一个上帝 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必然存在 上帝的本性就是他的必然存在 那么这听起来就非常像 安斯尔默的本体的论证 但是阿奎那是拒绝本体的论证 因为即使我们能够理解上帝这个词 我们仍然没有直接领悟上帝的本质 如果我们领悟 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本质和他的存在的通信 但是由于缺乏对神的本质的完备的知识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像安斯尔默试图做的那样 从神的本质出发去论证上帝的实际存在的 这些就是阿奎那 他更忠实于或者更一以贯之地坚持人的这种有限性 就是他说本体论证的失败 不是说这个论证本身逻辑上也不好 而是说我们是有限的人 我们怎么能够从神的本质出发去论证神的存在呢 所以说这就是阿奎那的一种认识论的一种一致性 因为他一直坚持理性的工作 必须从感觉经验所赋予他的材料出发 而上帝本质 上帝的存在的本质 是我们是很难找到感觉的经验材料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阿奎那 他受压力是多的影响 是既身且具 因此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的 任何对上帝存在的论证 都必定必然地死于人类对世界的经验 好 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阿奎那是一个波拉图主义者 而不是一个亚里斯多德主义者 这会对他的哲学造成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如果是波拉图主义者 他可能就会更坚持本体论证证 如果亚里斯多德主义者 他就会坚持我们后面要说的 比如说宇宙论论证 所以这一不同也显示在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 论知识本质的差异当中 等等我们就不用讲了 大家下去思考 下面我们再来看阿奎那 他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 那么阿奎那向我们提出了 证明上帝存在的五个境路 就是五条路径吧 或者五种这个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 共同点的 因此也称为叫五种道路 或者进路 这个他称他的这些证明啊 并非原创 阿奎那一直在强调 我不是个原创者 我不强调我的原创 因为他说他吸取的是 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论证 和后来的这个阿拉伯 犹太教的评注者的 某些论证 但是呢 阿奎那对这些论证的 表述和包装 是非常的精巧的 因此呢 他们就成为了贯穿 若干世纪的 关于有神论证明的典范 这五条证明进入当中的 每一个都有共同的形式 证明的逻辑形式 这样的 第一 如果世界有特征X 那么存在一个上帝 第二 世界有特征X 第三 因此存在一个结论 大先提小先提结论 那么在每个论证当中 他的主张 就是被注意的世界特征 是无法仅凭有限的 自然世界来解释的特征 因此呢 阿奎那会把我们的注意力 就引向关于世界的五个 他相信 指向上帝存在的事实 是从事实出发的 我们马上看以下的 这个阅读材料 这个材料呢 就包含了 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五个论证 其实呢 我们知道神学大权 我们前面上面 善一句说过 它是一个黄黄记住 光它的神学大权 都比所有压力是多的 全集还多 但是呢 在神学大权里面 其实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论证 仅仅只有一两页纸的篇幅 但是就这 反而是这五个论证 在整个神学大权之中 反而成为了最重要 最突出的地位 老师说 即使在中世纪阿奎那这里 关于上帝存不存在这个论证 很多时候是无关紧要的 真的是无关紧要的 是吧 我们就是所谓的护教学 没有必要护教 我们直接相信 直接在信仰的体系之内 展开我们的这种理解和思考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在 阴读每个证明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着去 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 在每个论证当中 什么是阿奎那认为的 证明上帝存在的 特殊的世界特征 第二 这五个论证 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 第三 你认为哪个论证最强 哪个论证最弱 第四 把阿奎那在他的论证中 所做出来的假设 给他抽取出来 你是否认为 他的假设是合理的 为什么 好 我们就来看神学大学当中 阿奎那关于上帝论证的证明 他说上帝存在 可以用五种证明的方法 第一种 也是最明显的方式 是来自运动的论证 也就是说 在世界当中 某些事物 它是运动的 某些事物是运动的 这是一个特殊事实 那么这对我们的感觉来说 就是确定而显然的 现在任何运动中的事物 都是被其他事物推动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 除非他们潜在的是 他向之而运动的东西 否则就没有任何事物 能运动 他肯定是与别的 推动他的事物相关的 所以说一个事物的运动 是因为他被激发 因为运动 不过是从潜能 转化为现实 但是除非 某物处于现实状态 否则没有任何事物 就可以从潜能 化为现实 因此呢 实际是热的事物 例如火 它就使得 潜在的热的木头 变成实际的热 由此就推动和改变 这个木头 那么现在同一个事物 它不可能在同一个方面 同时是潜能和现实的 因为实际的热的事物 它不可能是潜在的热 而又同时是潜在的冷 所以一个事物 它不可能在同一方面 以相同的方式 既是推动着 又是被推动 也就是说 好像它会推动自身 因此他想指出的是 在现象界当中 凡是事物的运动 都是被另外一个事物 所推动的 那么如果 推动它的事物 自身被推动 那么这也需要 有另外一个事物 推动它 然后又一次的 无限的倒推 另外一个事物 继续地推动 但是这是不可能 趋于无穷无尽的 因为这样呢 就不会有第一推动者 因而没有其他推动者 如果你没有第一推动者 那其他推动者 后续的推动者 从哪里来 所以后续的这些 后续的推动者 他之所以运动 只是因为他们 被第一推动者 所推动 就像手杖运动 只是因为他们 被手推动一样 因此结果结论 必然会达到一个 不被其他事物 推动的第一推动者 并且每个人 都把它理解为上帝 这是第一个 叫运动因 第二个 才来自动力因的本性 就是说 在感觉世界当中 我们发现存在着 动力因 或者叫因果性的 一种秩序 那么还没有在其中发现 事物是自己的 动力因的 已知的情形 就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如果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那么事物将先于他自己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动力因 同时也不可能 趋于无限 因为所有动力因 他都会遵循秩序 第一因是终界的原因 而终界因 又是最终的原因 不论终界因 是包含多少个 那么去到原因 就是去掉了结果 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因而呢 如果动力因 他没有第一因 就将没有最终因 也就没有任何终界因 但是如果动力因 可以趋向无穷 那就将没有第一动力因 也就将没有最终因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终界的动力因 所有这些显然是假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又来了 每个人都称之为上帝 是第一因 叫第一动力因 这是他要讲的这一点 那么这是第二个论证 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论证 就是从可能性和现实 必然性 这样的一种范畴出发 他说我们发现 就是在自然当中 事物是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就是在自然当中 事物的存在 一定是一种偶性的 是吧 因为他们被发现 可能生成 也可能毁灭 正因为他们既可以生 又可以死 因此他们是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但是这些事物 它不可能永远存在 因为可能不存在的事物 在某个时候 它一定就是不存在的 因此如果每个事物 都可能不存在 那么在某个时候 就可能没有任何事物存在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即使是现在 也会没有任何事物存在 因为实际存在的事物 它是只有通过 已经存在的事物 才开始它的存在的 因此如果我们已经论证出 在某个时候 是无物存在 没有东西存在 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事物 开始存在 因此即使现在 我们也会发现 它终将空空如也 无物存在 而这是荒唐的 是吧 因而并不是所有的存在者 都只是可能的 而一定存在着某一个事物 它的存在的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每个必然的事物 它具有它的必然性 那么要么是因为别的事物 要么不是 因为另外一个事物 而具有必然性的必然事物 它又不可能趋于无穷 那么因为之前 关于动力因的证明 已经证明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只能设定 某一个事者 他自己就具有一种必然性 他不必从另外一个事物当中 获得他的必然性 他本身是引起 其他事物的必然性 那么所有人都说 这个玩意儿就是上帝 这是第三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是来自事物当中 发现的等级 就是说在逝者当中 有些角度的是善的 真的高贵的 有些东西呢 它的善和真和高贵的程度 就比较少 但是角度和角少 我们这样说 它是根据他们 与最高者相似程度的不同 对于不同事物的一种数位 或者是一种描述 那就像说一个事物更热 我们是根据他以最热的事物来说的 就是他跟最热的事物 他更相似 是吧 因此呢 这样推下去 就存在一个最真的事物 最善的事物 或者最高贵的事物 所以就存在一个最顶级的事物 正如亚里士多多在行而上学 这个第二件所写的 那最真的事物 就是最高的这个逝者 在任何种类当中 最高者就是那个种 种类中一切事物的原因 就像火是最大的热 也是一切热的事物的原因一样 因此一定也存在某个事物 它对于一切逝者来说 是他们的存在善 和其他完满性的原因 那我们给他称之为什么呢 上帝 最后一种方式 就是来自世界的治理 就是说我们看到 在世界上缺乏理智的事物 那些缺乏理智的事物 比如说自然的物体 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为了某个目的 而行动的 因为他们几乎或总是会 按照相同的方式来行动 这一点是显然的 是吧 那么就是每一类事物 他一定会有他的一种 诡计和方式 因此显然 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 是规定好的 他并不是凭借他们的运气 而是有计划的 那么凡是没有理智的事物 是吧 那就都不可能 象征目的运动 那么除非某个富有知识 和理智的存在者 去指导他们 那就像剑被他的射手 射向他的靶子一样 因此既然万事万物 他们要朝向某种目标 并不是他们自觉的 内在的一种驱动 那因此一定存在某种 睿智的这个适者 或者存在者 去指导所有这些自然物 还朝向他的目的 这个适者 我们会称他为上帝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从托马沙奎那的原文当中 所摘录的一段 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 好 那具体的我们再来 这五种证明 对他的一些分析和评价 我们下一次再开始 好 谢谢